最近科技界最火的一个话题应该算是chatGPT了 就已经出到4.0了 我看网上有很多沃龙凤竹和大聪明又出来发表言论 什么AI终究觉醒 人类终究要被奴役 说这些个没溜的话 出来赚流量 割韭菜 我就把话放着 这种事情应该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就因为我们可以翻回头来 看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个时候 人在对于人类的新发明 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说当年的义和团 曾经发了一个接铁 接铁里面有一句话 著名的话 就叫做 调铁道 拔电杆 海中去翻火轮船 就这些东西都是洋人的妖法 你明白吗 就像机关枪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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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纯养之物 必须用狗血和尿 这种致阴之物才能克服 所以义和团员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这都是影响我们大清一统 定江山的东西 必须把它们都给灭掉 话说到这儿呢 就有些人可能先别生气 因为我可以先告诉一个事情 就是这都是人类 其实这种愚蠢都是共通的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当年的英国 也是同样的一个如此 当种了一辈子土豆了 老农民看见电线杆子 就立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 也同样产生了像义和团一样的想法 他们天真的就认为 这玩意儿都是撒旦整出来 必须要把他们都挑了 于是乎呢 这帮老农民就爬上电杆 去调电来了 最后都全都被电死了 那人类为什么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呢 对这个新生事物如此的大的排斥 那是因为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 已经深深的植入了我们的DNA里面 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2007年我刚到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手机可能比较普遍了 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 就说手机的辐射是很强的 如果你把手机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容易引起心梗 男人把手机放在屁股兜里 会对肾有损害 引起你肾虚 于是乎就有那么一个神奇的发明 那就是防手机辐射贴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就是20块钱一个 只要你贴在手机上 这个事就全都搞定了 当年那些买过手机防辐射贴的人 包括我现在翻过头来看想一想 都觉得自己好傻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 那些大聪明所担心的事情 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AI它再聪明 它也是人类所发明的 人类终将有能力去解决 这些人类所担心的问题 那AI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 而不是去担心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我自己认为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解决永生的问题 这个话题有点大了 有点神话 这也是无论东方或西方人类发展到今天 这几千年来最梦梦以求的一件事了 让我们人类能够突破探机这个束缚 而走向更高级的探机生命 我举个例子 航天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有了一个长足的范然 包括人造卫星 运载火箭 有了宇航员 有了月球登陆 甚至有了航天飞机 甚至到最后还有了空间站 可最近这些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除了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和SPEXS的可回收运载火箭 尤其是在载然航天这一块 可以说到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发展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是认为人的严肃 并不是科技的问题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人类这个探机生命的躯体 根本就无法适应长时间的太空旅行 因此也就使得我们的航天业 受到了某种形式上的停滞 我觉得AI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通过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化能够帮助人们 帮助我们 人类在短时间内突破很多技术性的瓶颈 俗话讲让我们人类能够摆脱这副臭皮囊 换上一副新皮囊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主机和服务器 都是非常庞大的 占有很多的空间 那可能AI会帮助我们 把主机服务器体积缩到越来越小 但容量却发展的越来越大 可能到某一个阶段 一个庞大的主机服务器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芯片 那么大就可以完全的 直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机服务器了 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过程当中 学习新东西 都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器 上传到另一个更大的服务器上 当你的身体出现意外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因为马上就会用个新的身体来代替 对吧 你以前所有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更大的主机 回传到你的身体里面 就好像你买了一台新手机 你旧手机里所有的信息 都能同步到这个新手机上 因此我们可能就能达到一种 永生的一个状态 那有人肯定还是会担心 这个AI的技术一旦成熟之后 AI会不会统治人类 那这个问题呢 我想解释一下 我相信AI通过学习人类的这个知识 他最终一定会变成一个好人 如果他最终变成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 我觉得人类存在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灭亡就灭亡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人类得到永生之后 那我们人类的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应该是 这应该是文科生来思考的一个事 不是理科生来思考 理科生是负责技术 文科生负责的是思想 我觉得当人类实现永生之后 人类的这个社会一定会发 一定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首先婚姻是一定会解体的 婚姻解体之后就会带来家庭的解体 而家庭的解体就会带来宗族的解体 那宗族的解体就会带来民族的解体 民族解体就会带来国家的解体 我觉得人类最终的形态 还是回归到个体 我们人类之所以是社会型动物 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是个体是很弱小的 需要很多人团建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 你一个人在非洲的草原上行走 你只是一个孤立的灵长类动物 当一群人在非洲大草原上行走 你就会变成非常恐怖的直立员 道理就是这样 当人类个体足够强大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来维持我们的生存 而人类最终会回归到孤独 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神 人类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动物的属性 甚至把生理权都交给AI去做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变成高等生物 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那些更伟大的东西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摆脱地球这个摇篮 像当年大航海时代一样 开启第二次伟大的远征 那人类终极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到现在我们还无法想象 因为人类是没办法想象 他永远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非常坚信 我们的后代一定会看到那个美好的未来的 他对于爱心觉罗来说 他是一个很有功绩 是一个功臣 因为当时如果当时发生内忧外患 咱们中国一般讲的是 让外必先安内 咱们要解决内部的问题 所以一直清朝来说就是压制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如果是对于外国的英法联军或者是英国来讲 他们说只需要就是在中国取得商业利益 而太平天国运动是完全颠覆他们的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而清朝不一样 清朝给他们的 清朝则是倾向于外 需要外国的援助 只要不把只要满足清朝的既得利益 清朝不会推翻外国 所以外国是是支持清朝的 在这方面做一些个 在清朝这方面帮助去剿灭的这个太平天国运动 是支持清朝 所以在这个时候 慈禧得到了外国的得到了英法的这方面的一些个支持 他来主持出来主持局面 稳定局势 对于对于挽救了整个清朝 在这一方面对于清朝来说 他是爱情局势势工程 但是从大的环境来说 但是从大的环境来说 慈禧第一 他没有文化 很多的奏折 奏章 还有是书信 网线的 我们能看到的一些 都是由其他人代表 他没有文化 四十五经 他不会败 第二 他不会种地 当然这不是说是一个作为一个元首 他应该去细心的去考试清 势必公卿去 去研究这些事情 但就是说这 如果他不懂 不会种地 他就不会了解农民 在过去来讲 就是农民代表了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一些阶级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 像李自成啊 像康熙这些 他这些人物 他都是知道如何要去种地 他要了解这些事情 第三 他不懂军事 他不会打仗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比较重要 第三个是他不会做工 以上 以上 不论他在智慧层面 还有是经验层面上 他这些条件 他都不具备 所以 当然他也不会外文 所以国际事务 他一摸黑 又刺激了掌握 掌控中华文明这个大船 他 基本的条件还不具备 所以我说 在后来发生了这一系列的隔离培馆 包括八国联军 包括丧失一些领土 签订各国的这个丧权辱关条约 清朝这个康熙 这个清朝的这个慈禧 要负主要责任 因为他是第一尊人 是吧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